妈妈为什么总也不回来呢 姥姥说 妈妈回来得坐三天三夜火车 还得花几百块钱 可我都上了三年级了 妈妈的钱还没有攒够吗 让你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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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两天孩子说的 你们家孩子还是私人子呢 你们全家都是私人子 缺大碗的那里 不让你吼死 都向你将近了 妈的这么难听 小子月呢 月月 小子月呢 吃吧 吃吧 姥姥 我本来没想惹您生气 甭听别人瞎说 姥姥 那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你妈妈得过两年还回来呢 听你周爷说啊 有一小孩 能听字 他是神童 大官都接见他了 国家很重视 连爹妈都跟他真光了 想这样的孩子 不走上重点学校了 作日子 你拿个点米去 你拿米干啥 你拿就拿呗 把这筋蒙在头上 能看干嘛 不让你走干 你妈怕没人管你 学艺不好 上不了重点学校 将来就考不上好大学 就你周爷爷说 重点学校也得走后门 这不就得是神通 现在吧 你听听 嗯 听不出来啊 仔细听听 嗯 听不出来 好好听听 听不出来 这不听好了啊 你要听好我给你买十个箭笔 听见了吗 啊 听不出来 你摸摸 真写字了 真写字了 是毛吧 是竹 是竹 席 老公你快点儿 你快点儿 我问孙子可爱神了 快点儿 快过来 快来 快来快来 来 来 让你周爷爷写几个字 你猜猜 你就写吧 好 别给刚才同样了 去拿笔和这儿 老猪快坐着 咱们在看 腿儿 尖筋 牛肉 大蒜 有去 摸摸 十万 又对了 你看神了不 神筒 别说在那上重点学校了 这回可有大注意了 再摸一个 摸不对可不算神筒 再写一个 我真的不愿辜负姥姥对我的期望 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我什么也没摸出来 我全都是猜的 因为我知道 姥姥这辈子最爱带毛主席 她只会写 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 她是日子 最爱的 自己的意思 是 我以前遇见 神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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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静